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走我們手邊 它聞起來有點帶那個 水果的香味 那蜜味跟水果香 喝起來花天花天的 這個葉子 也可以變魔術 怎麼變魔術 學小鐘大 麻雞 沒有 它是Magic 不是Magic Magic Magic是那個兄弟的 我成千上位的毛細工 正在奴隸的為我健康而吸收 吸收 吸收 哇塞 表面看起來我們是平靜的 你看 正平靜 但其實身上我的毛 每個毛線我 哇塞 這就是傳說中客家的魚雞 老師我有請你吃嗎 沒有 被它吸引過去 吸引過去 喜歡開快車的朋友注意哦 比賽即將開始 跟著我們一路向北吧 你喝過有水果香味的茶嗎 連英國女王都說讚哦 中草藥入菜的藥膳全餐 不只養生 味道也神奇到不行哦 融獲桃園縣料理大賽的冠軍魚 活魚百吃 保證讓你大呼過癮 我們二行玩出好心情 YA 好了 貝比斯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到哪裡呢 龍潭 不入龍潭虎穴 扔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但我們今天來到龍潭 不入龍潭虎穴 只能長出虎子呢 YA 好冷哦 自己知道瞎掰一下吧 貝比你為什麼要穿這車衣服 開玩笑 難道還看不出來嗎 想去加油 我本身 你不要破我的格子 好 我這樣想說我要去加油 你急著幫我說出來幹什麼呢 我這不是加油 開玩笑 我這一看出來就知道 我本身有這個賽車選手的樣子 貝比我不曉得 你不只是影歌式三七藝人 還是賽車手 開玩笑 你們有看到頭蚊之丁裡面 那精采的表現嗎 我們在店裡面 所有每一位的演員 都有專業的替身 來替他們開車 我想也是 因為我在電視裡面 就看到你翻車 然後從裡面爬出來 我那是坐球給周杰倫 讓人家看出來 他很會開車 開玩笑 以前他都坐我旁邊的 那意思是你很厲害 今天要來找教練討教討教囉 其實我也不能說很厲害 其實我在小時候 就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就是喜歡玩一些改裝車子 然後你知道在街上 有時候喜歡跟人家飆車 這是過去的我 所以今天如果 我能夠來這個賽車手 好好地經過 我們這幾位教練的調教之後 我搞不好能成為一個 專業的賽車手 我就算是一塊譜玉一樣 等待被開發 開發我吧 所以今天我們要介紹 來教我們的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哦 而是今年非常厲害的 冠軍車隊的車手 來,介紹我們三位 大家好 這三位都是幫冠軍車隊 車手們洗車的 這三位 OK 他們各自在他們的車旁邊 來,三位教練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體驗一下 好,OK 先請教練 帶我們來乘坐一下 教練要先為我們介紹一下車子吧 所以這車子各有不同嗎 還是說大家要... 彩中範圍跟它的使用等 賽的項目不太一樣 所以一般人來到這個地方 是他自己的改裝車 可以來這邊試開 可以啊,可以啊 路上車其實也可以 它平常有開放可以練習 可以練一些技術 那我家裡那台法拉利跟Porsche 都可以開過來了 都可以 可是他們這麼小而已 可以啊 可以在後面推著跑 好,教練都這種說 大家非常開放的好不好 來,這個 幫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比較屬於正式一點的 它有防滾架 就是萬一發生什麼事故翻車的話 它可以保護車手的安全 所以保護頭部 對,整個車架 駕駛艙它不會變形 而且如果壓到的話 它也不容易變形 它不會壓扁 對,不會壓扁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保護車手的安全 這個應該都超過 大概一台法拉利的車子 也差不多是三百多匹 是不是 這台車已經改到成三百多匹 而且這台車是不是 聽說它是可以甩尾比較明顯的 因為它這個是後輪傳動的 後輪傳動車 它是專門在玩橫移的 對,飄移 好不好 頭昏之滴裡面有沒有 飄移 對 待會兒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飄移的畫面 親身體驗真正的飄移 在我們的觀眾朋友面前 好不好 其實我已經體驗過了 待會兒讓我老婆稍微體驗一下 他很熟啦 以前我開過來的車 他就跟我吵架 對,因為他以前被人家帶過 坐車禍,他很害怕 龍潭賽車場 依照國際賽車場地的規模建造 跑道全長一千四百五十公尺 設有輪胎牆等安全設備 不用路面抓立立牆 高速行駛也不怕打滑 公寓散騎士必先立即起 認識了房車的標準配備之後 咱們上路囉 所以這個國際性的比賽 它這個賽車場 它的線路是有一定的一些 這個設計是不是 對,它基本上就是 你要截彎曲直 把每一個彎的越直越好 是 基本上是用兩個 盡量少打方向盤 把腳踏弱弄少一點 一直都夠來轉彎 對 所以如果這個方向盤打越大 是會造成這個阻力越多 還是輪胎的耗損各方面 你會更那個,對不對 阻力也會比較大 然後對於加速來講 也比較不好加 你穿這個冰鞋 你在轉彎 你都把腳打得很大 基本上沒有辦法往前往 對,它摩擦力也會變得很大 所以其實要熟悉這個線路很重要 再一個就是你要知道車子這個特性 然後大概你的過彎角度 各方面要更熟悉 是嗎 就是你要把 注意每一個彎它的連貫性 然後去抓住它 你方向盤應該要打過上的角度 角度 比如說它連續正中連續彎 你就要把一次角度打完 然後把它看成是一個彎 把這個彎一次放 所以你像打一次 直接就可以進到這個彎裡面 對,那就是基本上來練之後 你該打方向盤的位置在哪裡 是 那一般就是會一直拉 一直修一直修 這樣連續一直看 然後把某些收縮的方式 好,對 所以這個開賽車 其實它要有這些技巧跟熟悉性的 也就是要練習這些東西 所以要常常來這裡練習 然後第一個也安全 對 你不要顧勵到會不會有車 有人跑出來 是 基本上這裡比賽這場是最安全的 對 所以台灣現在有這樣的一個 好的賽車練習場 可以讓這些人喜歡玩車的人 他可以有個正當的場所 可以來玩 可以到這裡來練習 對 好,現在正式開上了這個 改裝車子 感覺是真不同 開這個賽車道上面 你可以盡情的享受 這個每一個過彎感覺 那聽教練講的 我們過彎要以最省力的方式 然後以最快的方法來過彎 有沒有 我其實從來沒有在這個 正式的賽車車道 開過這個賽車 其實我以前玩車 都是在一般的車道 雖然我以前是改過車 但是以前 其實最早以前 沒有這樣的一個賽車的車道 但是現在呢 這個有這樣的一個場地 提供很多我們青年朋友 其實這次還滿好的 有時候可以借朋友的車 也來玩一玩 賽車早年被民眾視為 鼓勵飆車的元凶 車手們為了提升賽車運動 正面的健康形象 合力打造這座全台第一的 賽車練習場 不但提供給同好們一個 盡情發揮的場所 更延續賽車文化在台灣的發展 好了 接下來就要讓大家見識一下 連周杰倫都自堪不如的絕技囉 在體驗完這個賽車跑道 真的去開的時候 發現真的不同 就如教練所講的 其實呢 像提供這樣的場地 我們在生命會比較有安全 你在練習的時候 不是拿命來讀的 對 而且這邊有教練 可以稍微做一些指導 讓你更知道如何來過彎 讓你的技術能夠變得更好 而且跟我朋友常都會講 沒關係 我的技術很好 我可以在街道上面 可以跟人家這樣玩 可是就因為這樣子 你可能有運氣好一次 兩次 三次 但是四次 五次 六次 有一次應居不好 那就完蛋了 生命就結束了 而且呢 我跟你講 你們在開 在嘗試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也沒閒著 我們在旁邊 你在鼻鼻刷什麼 看的人事實上 比坐在裡面的人還挺大 看的人很刺激耶 那個心跳加速 已經快到了一百二了 對 相信之前以前 很多一些不要車的現象 如今有這樣的賽車場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我們 觀眾朋友們提醒的這樣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這邊玩的話 那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技術 提升到這個臨界點 那第一個 安全 那也不要去影響到其他的人 是 那玩起來也 大家也覺得很盡興 很盡興又安心 剪教練果然是有冠軍車手的風範 他說任何極限運動都有風險 但是挑戰極限不是漁泳 重視生命安全才是王道 沒錯 賽車場除了在假日不定期舉辦 各類型防車與重機的賽事之外 平常日也對外開放給民眾租用 讓喜歡玩車的朋友 可以自由自在的練習哦 龍潭賽車場 體驗極速快感的絕佳場地 一起來讓我們燃燒心中的小宇宙吧 對 空氣真好 Baby 我告訴你 是 來到龍潭 有一個東西你不可以不常常看 來到龍潭有什麼不能更常的 就是這個 Baby 你瘋了嗎 再餓我們也不能吃石頭 這怎麼藏呢 不是啦 那是什麼 龍泉飄香 龍泉飄香 怪不得我來這山上看到這個 這個迷霧不滿這整片山 原來這裡有飄著 四溢非常芬芳的香味 不是啦 大家吸涼口 有 森林綠的感覺 不是啦 那是什麼 不是 是龍泉茶 原來龍潭還有有名的龍泉茶 就對了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找個人來問問看 到底龍泉茶在哪裡 而且我們要嘗嘗看啊 Baby 那邊不就一片茶園嗎 對耶 你看 那裡有一個人在那裡 鬼鬼祟祟的 我只知道有采花大盜 沒想到茶園 還有採茶大盜 站住 這位一看就知道一觀楚楚 絕對不會是一般的茶農 想要隨手偷茶回去嗎 這不是啊 看茶園 你看茶園就好 隨手還偷 這樣的行為 你說我們要怎麼跟 我們廣大的觀眾朋友們交代呢 是 這是我自己茶園 我來看我自己茶園的一個 這是你自己的茶園 失敬 不好意思 我們正想找人來問一下 怎麼能夠喝到 龍潭著名的龍泉茶 龍泉茶是一個地方的名 取名叫龍泉茶 是 今天看這個是做 我們製作那個 碰碰茶跟東方美人茶的 一個清清大幫助 碰碰茶 碰碰茶是碰碰的人在喝的嗎 不是 碰碰茶就是一個 碰碰啊 碰碰 台語的碰碰 就是東方美人茶 那個碰碰茶都是採這個牙尖 這個從西雲過的 採下來製作的碰碰茶 才會有那個 蜂蜜味跟果香味 喝才華的 它有蜂蜜味跟果香味 我喝茶通常都是有點苦苦甘甜的 對啊 好想要趕快嘗嘗看 位於龍潭三水村的這座茶園 空氣清新綠意揚然 他可是江大哥花了大半輩子的心血 所孕育出來的世外桃園喔 一整片山坡地上 種滿了茶樹 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也難怪這裡的特產碰碰碰 讓咱們的李前總統一喝就愛上他 甚至還取了個名字叫龍泉茶 原來如此 不過這碰碰碰茶 到底是真碰碰還是假吹牛 如果它真是如江大哥所說的 喝起來有水果香味 看來我就非得嘗它一口啦 好了 我們久等了這個龍泉茶 已經在我們手邊了 它聞起來有點帶那個 水果的香味 你的蜜味跟水果香 喝起來滑天滑天的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連外國人都會喜歡喝這個茶 這喝起來有點好特別 有點花茶的感覺 好像一般喝的茶 對 跟我們一般喝的茶 是完全全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花茶的感覺 對 告訴我老外他會很喜歡這個 對啊 英國女皇就是喝了這個 所以把這個茶取 我們知道 對,是不是 這有點像 有果香跟蜜汁的味道 可是這喝起來還滿感覺 有點像是玫瑰花茶的感覺 有一點帶味 可是這個又有點蜂蜜蜜 有一點點的味道甜味 喝起來還滿感覺 因為它不刺激 對,完全不刺激 我覺得如果就是 很溫柔的 平常沒有在喝茶的人 他剛開始喝這個茶 他就會很容易接受 而且你心裡來接受的程度 百分之比較高 百分之百 對 百分之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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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都是女生 對 喜歡喝這個茶 男生比較娘的來這邊 也覺得到多數都會接受 因為我對這個茶 就非常感慨 對 所以這個嫩芽上面 還一定要找就是那個柴 有蠶 吸引過的蠶 所以它又有蜜什麼在燒香 對,做出來 彈的蜜味跟果香味 這真的很特別 這大自然真的非常特別 對啊 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這瓜子太好吃了吧 這瓜子也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這你們自己製作的 對 這個顏色跟外面有不太一樣 而且終於是它厲害 是它 發霉了之後才比較好吃 沒有發霉,它不好吃 我們一般都採用的是純天然的 我們自己有機的一個 沒有農藥的 有機的一個綠茶粉 綠茶粉都在上面 跟外面的感覺不大一樣 外面的綠色不是都很飽滿的 這為什麼好像感覺像發霉 那個...它會氧化 純天然的那個綠色 綠茶它就會氧化 是 市面上很多可能是一個 加進去攝氏 攝氏 它就保持它的鮮力感 很漂亮 那個為什麼要發霉了 看起來不怎麼樣 可是試起來有它特別 好好吃喔 它連殼我都好像把它吃下去 因為它吃多的時候 不會有那種 外面那種鹹鹹 然後嘴巴好像破皮 就舒服的感覺 破皮破皮的那種感覺 對 愛好自然的江大哥 退伍後接手父親的茶園 開始過著樸實的田園生活 一轉眼就是二十年 他之所以選擇留在鄉下 因為看見自己 對於這塊土地的使命 種茶是他的本分 至於怎麼樣做出 讓人一喝再喝的好茶 帶動鄉村特有的休閒農業 卻是他致力追求的方向 民國八十五年 江大哥在政府輔導下 規劃出一座水土保持戶外教室 提供生態教學 與觀光休閒等功能 希望喚起人類愛土地的情懷 不過熱情的不只江大哥一公 他還有開餐廳的哥哥 聽說這個江老闆 可是一位不責不夠的茶餐達人喔 在品完這好茶之外呢 沒錯 沒想到這裡不只有茶葉 還有茶餐 是的 我們眼前就是用茶葉做出來一些菜色 是不是 那我看這個茶餐發現 你看很特別 我們要從哪一道菜開始介紹 對 老闆你介紹一下好了 那我們就在前面這道開始了 是 那這道是我們餐廳非常賣相的 非常好 而且吃起來相當好的一個紙牌 就茶莓做跟茶 去做出來料理的一個紙牌 是 所以相當下口 豬排 然後配上這個梅 有一種特殊 有點像糖醋鯉雞 但是又沒有這麼的 很像糖醋排骨啦 但是重點是它有梅香跟茶葉香 所以吃起來不會這麼膩 那這個茶葉的品種就是 碰空茶的茶 那個品種嗎 不一定 這是另外的一種茶 那種茶是碰空茶 是碰空茶 是碰空茶 我們剛剛喝了碰空茶也偏常來做菜 對 對 這道菜應該就沒有茶了吧 那就是綠茶粉 去做出來的麵 綠茶麵 這個是麵嗎 是麵 因為我剛剛就看到這個麵 怎麼跟菜 撒撒分不清楚 青菜麵條 原來這個是綠茶做的麵 對啊 都綠綠的一盤 它麵條有點淡淡的綠茶香 而且吃起來 不像一般麵條的那種 就是那種死死的那種感覺 麵粉的 它裡面還有那種QQ的感覺 而且我很好奇 掛包 接著我們還有這個綠茶 也是綠茶靠做的 加綠茶下去 加綠茶下去 綠色的掛包 大家沒看過吧 你看 大家在家的掛包 我們可以再加上一些 我們客家的梅干扣肉 來做一些 還配合 看起來 那個肉好像入口可以激化 然後那個梅干菜 還會非常有味道 然後那個花生粉呢 很香的感覺 重點是那個綠茶掛包 看起來又非常的清爽 還沒特別 一吃完肚子更餓吧 那是 淮山 鐵觀音的淮山雞湯 這個是鐵觀音的淮山雞湯 要先喝一下這個湯 因為湯跟茶葉就更有關係了 對 而且它這個顏色很奇怪 是因為茶的關係嗎 茶的關係 茶的關係 鐵觀音它本身就是中華香 可是它泡出來那個 不再糖色會比較... 顏色會比較深 原來其實養生很重要 對不對 喝茶是一種養生 吃茶餐也是一種養生 你喝到第一口 就是感覺 跟你原本設想的雞湯的 口感是不一樣的 那像茶葉煮在餐裡面 它等於就是先把油膩 給去掉了嘛 油膩一點 然後吃完茶餐再去喝茶葉 再去喝茶 就更解油膩了 今天整個人就非常的清爽 而且吃起來之後 不會感覺自己吃得這麼油膩 也很健康 對不對 平常兄弟倆會吵架嗎 我會啦 問到這裡 越吵越輕啊 越吵越輕嘛 是不是 現在我們夫妻也會吵架 是不是 但不破壞感情 大家一起來做生意 這個區塊是很寬 有292公頃 很大 那步道良庭的公共設施都很完善 很適合全家大家來這邊 製作一個 新家人來玩 從喝茶到飲食到遊戲都很方便 都很聚取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 可以提供大家來這邊 好不好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們 在看我們享用之後 你一定要記得 有機會來到這個龍潭 找他們這個僵士兄弟 沒錯 這幾個都是喝茶的達人 跟茶餐的達人 讓他們可以好好的來招待你 想一下這邊非常有特色的茶餐 江大哥說 他把茶園當成女兒在養 不只希望他長得漂亮還要有內涵 這樣才會成為人見人愛的萬人迷 他感嘆鄉下的年輕人都往都市跑 不願意留下為自己的家園打拚 他選擇從自己的茶園做起 進而影響鄉民 一起為上帝所賜予這塊土地 盡一份信力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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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變魔術 怎麼變魔術 學小鐘大 麻雞 麻雞 沒有,它是Maj 不是Maj 不是Maj Maj Maj是那個兄弟的演唱 蕭敬禮,英文就好耶 老師,要什麼要幹嘛耶 他要學小鐘 Lun Sang Jonathan Lun Sang カ milli 大雨後彩虹就要出來 喜歡一炙東三 啊 我看你这个穿着 你是沙玛丽亚人 哎呀 碰到我呀 我可是不是不捷径一整天 我怎么可以到圣殿里面去 你不想到这条路是我们犹太人走的吗 哎呀 你是沙玛丽亚株 怎么也搞定的 哎呀 我要他 我是鸳鸯 我是大盗 我们就是 鸳鸯大盗 我讲的没有人没听过名字 告诉他们的我们的口头禅 古人说什么什么树 什么什么栽 什么什么路 什么什么开 你是有语练过书的 我成报念什么书啊 也对 但是这个诚名你都不了解吗 此树是我在 此路是我看 若要过此路留下买路 财 重点是财 没错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抢劫一番 抢劫一下 没错 有人来了 我们赶快躲起来 躲起来 赶路赶得好辛苦啊 我给到叶利哥城去做生意 你 是个犹太人 叫你平常不要吃的这么油 你叫做我听 强盗啊 把钱拿出来 我没没没没没没没钱啊 没带起来 是信用堂 信用堂的没有啊 信用堂的船子怎么带 什么都没有啊 没带 你出门怎么不太写 你是犹太人 平常油水这么多 竟然让我们捞不到油水 揍他一顿 下面出门机的带钱 不然我们怎么抢你 走 抢到 我会吐雾水 哎呀 惠人啊 刚刚我刚办完一场 顺矿空前的万人演唱会啊 不晓得多少歌迷 拜倒在我的石榴群下 哎 你叫做 我叫做祭司 啊 你可以叫我 司司 司司还有两种 哦 能提示哪一种 第一种是治感冒的 第二种就是头痛流鼻水 对啊 不过 那不顺便 你只要知道我叫做 司司就可以了 欠名 欠名 哇 哇 你好帅 你好帅 欠名 好帅 走开 大家好 我叫做李伟仁 我姓李 吴 我姓仁 我叫李伟仁 叫我李伟就好了 你们昨天有没有看到 有两百桌的宴席啊 如果不是我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宴席啊 没有错 我们来去买东西吧 走 走走走 怎么会有一只流浪群舞在这里啊 兄弟啊 救你啊 最近流浪狗特别多啊 所谓好狗不挡路啊 我是犹太人 走开啊 犹太猪啊 我也是犹太人啊 救命啊 不要走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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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早上怕我那个人吗 你不会趁我受伤又要来打我吧 啊 可是我如果把你留在这里 你会死掉的 来来来来 我带你去医院好了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我 我 我叫妈咪你 你还要救我啊 没关系 先治病比较重要 走走走 我带你去医院啊 别别别 没想到我们刚才打杀了那个犹太人 居然被那个沙玛丽兰救走了 他们两个是打死不想往来的 没想到 竟然沙玛丽兰还救了犹太人 是 在我们眼前出现了这一幕 感动的故事 宝贝 我们是宝贝 不要悔改 是 我以后再也不要做鸳鸯了 没错 我以后也再不要做大刀了 我想我们两个 从此 我们要改变 对 我们不要再抢劫别人了 对 我们要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我们要成为 鸳鸯 大侠 走 耶 耶 请他站立 好 现在为大家介绍 活水鸣鸯房的传道 中传道 你好 传道 传道 你好 我是BB 谢谢 传道 大家看到刚才那个戏剧就知道了 传道的演技是不得了的 如果这样让他继续留在演艺圈的话 应该会拿个什么奖之类的 对 我们也很难会一口饭吃 应该很多演员都没饭吃了 不是 我可以看到 传道 你以前是在做什么的 所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心 来开始做这些舞台 是 我以前是在亚东剧团 待了十多年的时间 十多年就是在做剧团的 是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剧呢 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传道一起改编的 对 那本来是有自己的剧 那大家要看一下 我们刚刚是搞笑版的 搞笑版的 所以这些布景跟服装 其实都是你们原本就预备的 你们是有这样的戏剧的人 是 我们一直在教会都有这种戏剧的演出 以前是在十几年 怎么会想要后来做成传道呢 以前就用戏剧的方式 在海内外演出 我们去了二十九个国家 大概演出两千五百多场 大概有两三百万人看过 非常非常多人 那最后怎么会又变呼召成为传道 然后来幕会 建立教会 是 因为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然后也发现到很多的步道 很多人看过戏剧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有些人看过这个剧 透过福音的方面 能够来认识这位爷子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 真的在教会的里面 能够让这些觉知的相信主人 他们能够继续留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七年前的时候 上帝就不照我们去读的神学院 然后就进入到教会来做幕会的工作 是 所以就开始要开始来幕会 其实在牧养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班人看了新剧 很有感动也觉知了 可是最后没有人 继续下去 是 对 那现在你们会就会以 是不是以戏剧来做一些特殊的事工 是 为教会的主题事工 对 因为我们的确用戏剧的方式 发现到也能够训练很多的人来参与 那也透过戏剧的方式 让很多人能够来认识这个信仰 所以我们也用 像刚刚用这种短剧 是在讲道之前就演了一个短剧 当然也有专门就是五十分钟、六十分钟 甚至更长的时间是专门就是戏剧的部分 在文化中心、在我们去年也到缅甸 到台北、到台中 是 很多地方演出的样子 是 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来透透这些戏剧 和新朋友没有看过《圣经》 透透这些戏剧他才知道圣经的故事 然后接下来传统再来讲道的时候 更有这个章节 更有画面了 对 小姐 我想请你去喝一杯咖啡 去看一场电影 去飘飘喝几杯酒 我觉得你长较好帅喔 不好意思啊 可是我能不这么说耶 想要认识上帝其实很容易 像装传道这样透过戏剧的方式 让信仰变得更加生活化 一步步拉近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 这也是他号召教会对演戏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共同组成剧团的原因喔 好 现在在我旁边的都是我们刚才参与 偶像剧演出的众多的演员 刚演得真的非常好 谢谢 鼓励一下 来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不好 这一位先介绍好了 来 我是 然后我以前是在亚动剧团 有十几年的时间 是 那老人小孩啦 或是演那种很三八的 或是狗影的 真的吗 师傅那种很三八的 对 阶段非常大 而且我刚才看到照片 师傅还有演羊 真的啊 连动物都演 没有 我刚才知道我们的服装 师傅都是师傅的设计 对 对不对 他自己做了 他曾经得过最佳服装造型设计 好 那这一位呢 然后我叫子杰 对 那我目前是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 那至于我觉得在这教会当中 我学习到很多 包括在戏剧上的演出 其实我本身也不是戏剧科班的 不过我觉得因为刚好我们牧师跟师母 很会带我们演戏 所以我觉得演戏当中不断的是说 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之外 可以更加认识自己 那我觉得可以用借由戏剧的方式来布刀 我觉得或是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本身我是个左口笨蛇的人 看不出来你左口笨蛇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区长了 对 我们庆免的区长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穿福音的方法 就是不用言语 但是却能够让观众感受得到那种 布刀的感觉 好 酷酷 那另外这一位呢 立伟任 大家好 我是叫玉米 我在电视台工作 那我... 你在电视台工作 对 真的在哪里呢 在公共电视工作 对 那因为我国... 对 高中跟... 不是高中 在三专跟大学的时候 都是念戏剧系 对 那就想说现在其实还有机会 可以继续来参与演出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大家在这个 渴水这个教会都找到了这个... 人才辈出耶 我妈呀 而且可以专... 他们所学的东西 可以在这个教会可以用到 而且让他们的恩赐 能够成为布刀传福音的 很好地 力气 我们也会开这个戏剧班 是 然后在戏剧的训练当中 一起来参与 是 有些肢体的表演 语言的表达 我们很多年轻人也在演 这个教会变得很爱演戏 是 大家都很爱演戏 对 小朋友演示 年轻人演示 大人也一起跟我们参与 一起来就有那种想演戏的气氛 是 那这样很不错耶 这样很多小朋友还是青少年 来到这里 从小就开始被培养 对 有训练一下 而且它更活泼一点 对 对 然后更开放一点 这样子在布刀传福音的时候 也不会太害羞 庄传道告诉我们 他今天可以用自己喜爱 且擅长的方式在教会服事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小时候的他不爱读书 又经常说谎 从一个成绩与品格都不好的坏孩子 因为认识上帝 生命有了180度的转变 后来甚至在戏剧的领域中 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最后更踏上服侍上帝的道路 生命就是如此的奇妙 庄传道喜欢引用一句圣经的经文 比喻自己的一生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生活 传福音也必须走入人群 我祈祷庄传道在龙潭所摆上的一切 可以成为更多人的帮助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你知道这位信仰这个雕像是谁吗 Baby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告诉各位 就是周恩发最近在演的 就是 对 他在读书 读书 而且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我们孔子就是爱念书 念了书就会变聪明 Baby 可是这首歌应该是 我们国夫 没有 你不懂 这是一曲多用 我们可以用在很多的上面 好不好 各位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是非常特别的 对 一般来到我们这里 看到后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花草树木 对 这里来到不是公园 它真的是孔子吗 可是这个上面写李时珍 后来它就改名字为李时珍 孔子是他的代号 乱讲 要教坏小朋友啊 因为他是李时珍 因为这个雕像 可能最后没有非常像 所以我一下子认错了 我讲刚刚的观众 还很多都相信了 你说是不是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非常特别 它看起来好像是一般的公园 或者是植物园 但是它不一样 这里是 我今天请我一个好朋友 他非常懂 而且他有老师级的人物 听说这里的一草一木 全部是他亲手栽种的 欢迎我们的 老师是什么装的 肖老师 肖老师 来 欢迎一下 肖老师 来 肖老师 你好 肖老师 这一位就是李时珍 对 他是发明时珍跟分针的一个 没有了 他是发明这个 写分草纲目 写分草纲目 是 中国的医药的演范 演范是 您学习的对象 是不是 对 对 所以这里的一草一木 全部都是你做的 对 真的啊 你怎么会想要做 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 因为以前我们老板 他以前在学药草的时候 是 他因为都是干的 就是看起来都是干 没 已经都做好的干的 对不对 看起来都差不多 是 等他赚了钱以后 他回来 他这个是他以前的 的山 他祖先留给他的山 留给他的地 是 那他就种一些药草 所以以后要学习 这个青草药的朋友的话 可以互相对照 是 可以看得到原来原本是怎么样 干的跟湿的对照 而且以前神龙市长百草 就是在这个地方长用百草 你这边有上百样吗 这个有好几百种 有好几百种 所以这里不是普通的植物园 你看这样花花草 它这里是药用植物园 而且Shallow 这是上帝的学奏 是 你如果要认识上帝的话 你一定要来这边参观 讲得非常好 这么多的草 而且有不同种的一些功效 养生的方法 是 这是上帝的设计出来 就像我这个 这个叶子 大型叶子 也可以变魔术 怎么变魔术 学小中长 没有,它是Magic 不是Magic Magic Magic是那个兄弟的叶子 哦,肖静音听完就好了 我还记得,老师是不是要干嘛 你可以可以,肉依,肉依,肉依 老师都被小中带坏了 你看看 这个 柔柔,然后会怎么样 这个本来是绿色的 变魔术 变魔术 Magic 一二三 会有什么颜色出来吗 变红色的 怎么可能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再人不能 再神防射 你看老师他的手 有啊,越来越红了 而且我也是 这个叫幼虎 这个是可以做那个昂谷柜的 昂谷柜的 那个外面包的那个 对 就是这一个东西 天然的 天然的红色素 天然的红色 对 你说昂谷柜 那个红红的 这个就是天然的红色素 所以我们把它戳了之后 就会有红色了 对 哇,这里有几百种 真的太奇妙了 哇,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代名医 就在这里 好好的跟老师学习学习 是,如果哪一天在山上 突然没有饭吃了 突然有一些身体不舒服 对 看到,搞不然能找到紧要 就像武侠小说的名医 而且老师你知道,非常厉害 他真的是唱百草 而且他现在只有三十多岁 唱完就变成这样 好,今天我 一下我带大家看一个 这个几乎 其他的地方几乎看不到的 叫 好,老师,现在这棵树 究竟你说游血有类的吗 对 好,剪出来给我们看 它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叫昆明鸡血城 昆明鸡血城 在别的地方你从 你又没有机会看到 所以一定要到这边 才能看得到 对 我们走遍大江南北 台湾全省各地 没有想到 诶 哇,怎么样 各位 7 他流血了 真的流血了 你把它剪开来 他就流血了 哎呦 哎呦好像人的手指头哦 你看 真的 你看 哎呦 哎呦 哇,各位 这是仙红的 而且是仙红的血呢 对 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叫积血藤啊 他叫积血藤 这可以当作药用 哦,是的 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把你的这个 旧血犯心血 哦,真的吗 来 你要服用以后的这个 可以反老反童 对哦 反老反童 让我看到你 真的呢 有血有累 各位看一下这个坛 宝贝 那这个 这个汁衣为什么这么红啊 对啊,好红哦 如果我们弄在手上 这个没有毒吧 没有 你看,弄在手上 真的好像流血了 套用萧老师的大绝招 Magic 我只能说 这里的一草一木 实在是太神奇了 好比这条裤腰带 哦 它叫做南领摇花 又名辽歌王 据说当年廖天梯 还真的用它来绑裤子呢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这座占地四十多公顷的 药用植物园 结合了多位专家学者的指导 在萧老师的细心呵护下 植物们都可以舒适地生长哦 好啦 见识了神奇的药用植物 接着我们要一起去享受 更神奇的青草汤芋吧 你泡一个青草的药草之后 胜过你吃一个十全的净骨汤 而且你身上 成千上位的毛信孔 都在努力吸收着胃里的健康 所以在你泡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你在泡 你成千上面的毛信孔 都在 都在吸收这个养分 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我的妈呀 太厉害了 所以泡这个药草 就是有这样舒服的感觉 那我们真的泡这个药草 要泡多久呢 对 大概泡多久 平常泡的我来讲比较慢 就是七七四十九 是 不用 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也可以泡一泡起来 休息一下子再回去泡 对 也不需要都泡太久 泡太久 其实不需要 对 就像温泉一样 也不需要泡太久 以前古代人泡了七七四十九 听错了 整个病都痊愈了 但是皮肤都已经破烂了 因为都已经泡太久了 最主要是 常泡最有效 常常在保养 对 你常泡比你泡的酒来得好 一次不用太多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所以这个药草汤 应该有很多种种类的吗 有 有很多各式各样活动 对 一个人需求 所以老师今天帮我们弄了这个 只可以让我们输精活 可以把我们的体内的毒气 不好的东西排到外面去 把好多东西吸上来 我成千上位好几口 我真的要努力地 为我的健康而吸收 表面看起来我们是平静的 你看 真的很平静 但其实事实上我的毛衣 每个毛衣我 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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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完这个药草 我想应该是这里 终极的一个享受 没有 但是我听说主任待会儿还要 帮我们预备什么 药膳 对 药膳全餐 泡完以后 我们又要稍微静一量 那我们刚才讲的说 泡一只药草胜过一个十全静 这句话 药草就后面了 还说泡了出来 等一下 因为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以后 是 它虽然有吸收 可是我们还要把身体调养到最佳的状况 是 因为我们平常人的话就靠食为生 是 对 所以说在食谷的时候 我们排出来这些毒 但我们现在排出来之后 身体需要更多的养分来给你煮 有东西出去就要有东西进来 有进来就会有出去 所以厕所全餐的目的就是 是吧 不一样好吗 不一样 所以说今天我们泡完之后 还要进这个药膳就对了 药膳全餐 Baby你的健康 你的全部千万细胞都在吸收 是 我想这个药膳全餐就由我来想用 因为你不需要了吧 是 你还需要吗 我看你不需要进口碳 你整个人已经非常多了 我要问一下老师 你通常药膳会不会就不太好吃 不是 不会 真的吗 两配 你说不会好吃 但是不会太好吃 非常地美味 看到没有 各位 现在我要以一分钟的速度 把这一百道菜的鱼呢 全部背起来 預備 帮我继续开始 好 来 旁边那个 帮我炒一下鱼匙 来 快点 預備 开始 糖醋鱼 全餐 全餐 江苏鱼头 打 一次到目前 都leye 你 好 那 你 對 滿桌的藥膳全餐 沒錯 你看 這藥膳全餐擺得一滿桌 跟我剛剛想像完全不同 我想說這個炒藥的菜 應該看起來是怪怪的 沒有想到 但沒想到兩位 既然能夠做出 如此的好菜 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不是 好 OK 是有廚師做的 大師做的 但這些都是有 這個炒藥的藥材在這邊 而且它應該每一道菜 都有不同的功用吧 吃起來 都有 老師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放在我們正中間這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湯 這一道是那個 東蟲排骨 東蟲排骨 對 東蟲排骨 你說的這個就會是東蟲 真的好像陳寶寶 真的耶 台灣的東蟲下場 好喝哦 哇 這個喝起來 這個甜甜的耶 對 有一種甜味耶 好好喝哦 為什麼會這樣 我再弄一點點 我知道了 因為這個 這個的緣故 這個緣故 這個湯的味道啊 都是這個的味道 你吃了覺得怎麼樣 就是有一種香香的 花香 然後有點甜甜的 然後口感 它是原來是生薑耶 口感又脆脆的 但是還滿好吃的 嗯 對不對 然後它的湯的味道就是 這個東蟲下場的味道 對 接下來介紹的是一哨菜 我剛剛看了很久 厲害了 想說老師是 沒有這樣的心想請我們吃 對啊 搬了一道這個葉子桌子 搞了一堆葉子來給我們 就想鋪上去 蒙混過關 當作青菜就對了 這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台灣有點草 對 這裡面是葡萄啊 這個是中央這個 中央這個 它這個葉子有一點點 好像被七五點刀一樣 叫有點草 先台灣太草了就對了 對 所以叫台灣有點草 所以它這個葉子上面 有一點一點的,是嗎 對 這花瓣也是這樣 花瓣也有一點 老師,你吃一下看 對,口感很老 有那個小黃瓜的味道 而且它連雞哦 都看起來非常好吃 我好想吃這個雞哦 這個雞怎麼樣 是用中藥滷過還是怎樣 中藥才做的特殊的油雞 它有當歸、枸杞還有桂枝 這就是傳說中客家的油雞 各位 雞好吃 而且這個雞肉好嫩哦 所以接下來 是不是它醬絲的味道 感覺不一樣 它有中藥味在裡面啊 老師,我們有請的吃嗎 沒有 對 被它吸引過去 吸引過去 你是不是看我吃都覺得很好吃 對不對 要牛口水 牛口水啊 真好吃哦 那是為什麼 兩個之間應該是有點 真的 學老師,你有碗 可是卻沒有筷子是為什麼 他喝湯了 他附著喝湯 因為蝦老師沒有給他筷子 所以喝湯 蝦老師認為你最近體重比較有重一點 希望你結實一下是不是 刻意不給你吃 哇,沒想到藥膳居然可以做得這麼好吃 你瞧瞧 這道當歸麵線 湯汁鮮美 濃而不膩 冷冷的天 來上一碗很補啊 還有這道山藥大蝦 蝦肉甜美 結實搭配清淡爽口的山藥 味道可以說是一點都不下哦 蝦老師說 這裡的藥膳之所以美味 因為食譜由老闆娘精心策劃 結合營養學家 中醫師 廚師等多人研究調製 想要吃得養生又活得健康 我告訴你 來藥用植物園找蝦老師就對了 麻糬 在龍潭有一個地方呢 一講出來大家就知道了 真的嗎 當然 如果我們說一個拉鍊沒拉 我們會怎麼說 石門水庫沒關 答對了 這裡就在石門水庫旁邊的 一個非常知名的 火魚街 伯伯 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石門水庫在龍潭耶 伯妮也在哪裡啊 在石門啊 那石門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 你看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旁邊 其實非常出名 我相信在台灣 各地方人都知道 這裡有什麼活魚多吃 所以這條有活魚街之稱 因為有很多很多 吃活魚的商店 那活魚街上面 有這麼多的餐廳 為什麼要選擇這一家呢 因為這一家厲害 當我一講完之後 大家會退後三次 真的 因為這家餐廳它有 百 魚 Yeah 什麼 什麼 這樣嗎 百魚的意思是 百魚的作法 讓你吃完之後讚嘆 你看永遠來很多次 都吃不完這一百道菜 哇塞 一定吃不完的啊 而且厲害的是我告訴你 我從一百道菜的第一個魚 可以背到最後一個 因為我對魚是非常有研究的 真的 人家叫做我叫做什麼 你怎麼知道 叫什麼 叫做 所以我的魚是非常有研究的 各位 讓你看一下 這家店的一百道菜的魚 到底有哪些菜 好 走 看到沒有 各位 現在我要以一分鐘的速度 把這一百道菜的魚呢 全部背起來 預備幫我計時開始 好 來 旁邊那個 幫我跑一下秒數 來 快點囉 預備 開始 糖醋魚 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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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湿魚頭 你看一下 還知道一分鐘 所以我們速度這樣 越練越快了 第一道是糖醋魚嘛 一直到後面最後一個 江湿魚頭 一百道菜 我說劉根宏啊 我看再也找不到 比你更瞎的人了啦 說起這個石門活魚 三十多年前 有業者在這裡 經營起活魚小吃 掀起一股吃活魚的熱潮 吸引了眾多的店家紛紛投入 形成今日石門一代的活魚文化 但是這家餐廳未免也太誇張了吧 百魚燕耶 看起來老闆鐵定是個狠角色哦 Baby 你猜對了 老闆可是榮獲桃園 鮮活魚料理大賽的冠軍 十多歲就接觸料理的他 對於美食的要求相當高 色香味全都要到位 如此的用心讓這家餐廳 活魚百吃堪称一絕 不論是手藝還是創意 吃過的人各個充滿回憶 而且我還有個意外的發現 餐廳的副總居然是我一個好朋友 好小子的左校虎的姐夫 你說巧不巧 姐夫啊 我跟我老婆今天的晚餐 就交給你來打理了 從我們冠軍菜 冠軍菜 我們的師傅出去 在桃園縣比賽的時候 他比起比賽的時候 就是拿這個魚皮 這個魚皮就是 評審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結果吃的是我們自己 當場縣做的魚皮做出來的 藥魚上 對 可以切到這麼薄 而且還晶瑩剔透的耶 晶瑩剔透的感覺 味道是一個 日本料理的一個和風象 和風象 和風象 對 對 你看 這個魚皮在嘴巴裡面 彈掉了起來 QQ彈彈就對了 來 我來 好像吃QQ彈的感覺喔 有沒有吃QQ彈 好有彈性喔 好有彈性喔 很有韌性 這道菜叫做這個 松鼠魚 松鼠魚 很像我們今天 那顧名之意就是那個 跟那個松鼠的 松鼠的尾巴一樣 松鼠的尾巴一樣 封起來的 來 吃一個 它其實有很多名稱 有松鼠魚或是松子魚 對 那長得像松鼠尾巴 然後其實也看起來 也很像那個松鼠 而且很開胃 因為它酸酸甜甜 對 下一道是 這是南洋的風味 這是咖哩的 南洋咖哩 而且它底下 還要一直加熱 這個盤子是 這是什麼板子啊 陶板 它用陶板一直加熱 為什麼呢 它要保持那個魚的那個 的那個溫度 溫度這樣子 然後魚冷的話 給它炒熟 這個味道真的 非常有南洋風味 很有南洋風味 而且真的好好吃 好像 咖哩口味的魚 是很少吃到的 真的 很少吃到用咖哩 那種方式做魚的 有雞啦 有牛啦 很好 但很好這樣做魚的 這個 而且這要沾一點這個汁 我發現這裡的料理 都會櫻火接著櫻火 櫻不下來啊 這是它的日生秘訣 這個是以前的 以前的話 都做比較濃的味道 那現在我們走上那個 比較健康 清淡 它這個是一定沒有魚腥味 它這個叫茶樹菇 茶樹菇 它味道就很清淡 茶樹菇 魚頭湯 對 對 這個湯呢 好喝 有魚湯 有魚的鮮味 然後呢 還有菇的香味 對不對 非常的清淡 喝起來以為是香菇雞胖 香菇雞胖 對不對 對 那喝起來它竟然是很胖 厲害了 健康請下 好不好 對 這是甜點 獨門的 各位 等一下 搖一下 這個是外面完全吃不到的 真的啊 這也是你們自己自創的 對 自創的 名字叫做 我的媽呀 吃的時候要跟那個 跟那個披薩一樣有沒有 這樣子 一口 直接吃下去 整個南瓜的甜香 跟奶酪的奶香 快點 自己拿一個 好好吃哦 這個奶香好香啊 淡淡的甜 然後在你的嘴巴裡面 感覺很像那個南瓜奶沛 奶沛 很慕斯 很柔順 柔順 以這樣的吃法一桌 我們那樣吃已經非常飽了 你有一百樣的魚的菜 可以選擇 對 各式各國風味 每一次來呢 你都可以吃不一樣 而且各國的 異鄉的這個菜色的做法 集合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來的時候記得要提早 先打電話來 去約一下 他們真的讓這裡的魚呢 活起來了 好不好 有機會 來嘗試一下 這些新鮮的活躍 哇 Baby 我沒想到龍潭 這麼的好玩耶 是啊 沒想到我們這麼久 我其實十幾年前 曾經來過龍潭 而且現在來到 發現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發現啊 我覺得龍潭這個地方 非常重養生 而且還重環保 而且在玩樂當中 你還可以學到知識 對 我覺得現在來到龍潭 真的很不錯喔 是的 而且在玩樂當中 它有刺激有驚險 對 這個賽車 讓你可以紓解很多的壓力 但是它又有休閒 又可以讓你到一些 生靈域啦 看到百草啦 得到許多知識 又可以好好的休閒 放鬆一下 當然這裡的活魚啊 更是讓大家的肚子呢 可以好好的保持一下 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呢 你有一日遊 我覺得龍潭 會是你很好的選擇喔 沒錯 而且這個台北的朋友 更方便了 因為離台北其實不遠 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本來不太知道 但知道之後 以後一定要在家裡 沒錯 這裡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還有很多要發掘的 歡迎來這邊 教教這些的朋友 讓你來龍潭 讓你更有親切感 我們愛旅行 玩書好心情 我們下次見 在公民機出去玩 拜拜